游泳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那就得罪了 光天化日之下 两位竟然欺负一位弱女子 姑娘不要多管前世 我管定了 我看什么 我只 Goten 你不要一样 我看不出来 不能就能用 你不要一样 我去试课 你怎么能够 是不是 你为什么 我听不说 他还真是 我我听不懂 你不会 你怎么试 de 方才谢谢你 我叫云莺 是一名大夫 你呢 女大夫 很少见 大家都这么说 那你怎么惹上仇家的 说来话长 对了 姑娘 你知道附近的客栈在哪儿吗 我听闻玉门镇的风光极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 叫我阿月吧 这镇上唯一的客栈就是我开的 随我来吧 这么巧 我们还真有缘分 就在前面 你打算待多久啊 我还没想好下一战去哪儿 先在这儿住一下 一整一段时间再看看 我 我的钱袋呢 这价可糟了 要不 我给你打工抵债吧 你这模样 一看就是没吃过苦的千金小姐 干活可不轻松 我可以的 试试吗 好吧 来 给我的是 哦 里面 里面 啊 吃 吃这个 还是大小姐的生活更舒服些吧 累是累了点 但靠自己劳作所得 挺好的呀 到底年纪小呀 北方这贫苦 就算努力一辈子 也没法现在自己家的生活 可在外多自由 我打小就想做一名大夫 可爹娘就是不许 他们只希望我能安稳长大 然后嫁得一个好郎君 一起经营家里的生意 这不是大部分人想要的吗 相夫教子才不是我所想 江湖那么大 我还没有看够呢 况且经商都是跟钱财打交道 没什么意思 不如治病救人更有意思 有理想真好 赶紧吃吧 菜都快凉了 没想到你伸手不凡 厨艺也这么好 江湖闯荡久了 就什么都会一点 真羡慕你啊 自由自在 去过那么多地方 其实我也羡慕你 有家人关心视你如珍宝 也许大家都互相 向往着别人的生活吧 不说了 开心性吧 来 来看看 姑娘头一次来御门镇吧 我这儿的东西 都是镇上最有特色的 这个好香啊 姑娘真是好眼光 这是由镇上特有的香料制成 有安神助眠的共享 我给您算便宜点 不用了 谢谢 这年了 生意真是越来越难做啊 我来了多日 一直觉得奇怪 这年了 为什么镇上人这么少 这几年大旱 来北方的商人少了许多 只有穷的叮当响的江湖侠客 聚集在此 天高皇帝远大 没人管得着 你没事吧 我是大夫 我给您看看 不不 我没钱看病 我不收您银子的 谢谢姑娘好意 就算你不收我银子 我也没钱抓药 小心点 都是老毛病 没事 矮矮就过去了 可 你救不了她的 镇上百姓多是如此 温饱盛且难过 有些病痛只能忍着 而且就算看了药房 镇上的药房也不一定抓得齐全 已经很久没有药材伤过来了 走吧 走吧 小姐 小姐 你们怎么又来了 前阵子 夫人染了风寒 过床许久 病重时常念叨你 我娘身体如何 今天已有好转 暂无大碍 只是老爷希望您能早前回去 我等之前多有冒犯 还望小姐输罪 这是夫人给您的心 此次特意交代 不要为难您 我等会一直在暗中保护小姐 我等会一直在暗中保护小姐 你已长大成人 你已长大成人 有所思 有所想 有所不愿 无人可勉强 虽为父母 亦不能如此 长路漫漫 你当择而行之 我难前路途坎坷 难挡暴雨风霜 只求这世间云云 对你稍加怜爱 不知你在外可好 唯愿寝食皆安 日夜守望 但盼归期 你也不愿意 怎么了 出门前 我和爹娘大吵了一下 我从小的知晓 就是做个玄虎济师 有利四方的侠士 但他们说 姑娘家 就应该待在家里 你一路一整至此 实属不易 他们若是知道 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母亲这封信 是以退为情的 她素来聪明 可我虽然知道 却也心疼得很 我也曾和你一样 喜欢四处闯荡 可等到真正没有束缚的时候 回头看 才发现身边空无敌人 才发现身边空无敌人 你来了多日了 还没看过玉门镇的风光吧 我带你去看大漠落日 肯定让你有谁难忘 你还能够 我带你去看我 我带你去看大漠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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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山 你就退款吧 我带你去看大漠落日 这里真美 原来书里说的景色竟是这样 上好的女儿红 我平时可不轻易请热喝的 来 我给你跳支舞 背景 美景家酿相伴 开心点了吧 阿玥 你真好 哪里好呀 你收留我 给我做饭 陪我喝酒 还愿意听我讲这么多 我不过是给你做了一顿饭 对你好了短短几日 就这么感动啊 你家人这十几年为你默默付出 多少个人是爷爷 有抵不过这萍水相逢吗 可他们总觉得我是小孩子 我也有自己的追求 我想长大 长大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离家出走 一味逃避也不是解决的办法 哪 我想了一夜 你说得对 我既要完成所想 也要承担自己的贤任 如此 才能心安理得 想好了 我要回江南了 这个送给你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也可以留个纪念 这对我来说 已经很珍贵了 谢谢你 我要走了 行 我送你吧 一路顺风 阿远 有人再见 驾 行 姑娘 已回江南 任务完成 过来 走 走 走 我 怎么 又离家出走呀 这次我不是一个人 我带了云家的商队过来 以后玉门镇就有药材了 北方来了你们这群年轻人 真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